那一张是要给我的 再开一张 骂女警是菜鸟 驾驶把罚单撕碎丢在地上 当街咆哮 爸爸都出来当何事佬 驾驶讲话还是很大声 下一秒开车门撞警察 你不要这样子动出 不能开车门 爸爸够了 时间回到前一刻 远景在新北市细纸车站附近 看到这辆蓝色轿车违规左转 把对方拦下来 告诉他不能这样开车 也劝行径之间不能用手机 爸爸你怎么左转过来了 因为大姐我刚攀来 我不知道这交通怎么从 25岁卫星男子共生路况不熟 希望能放他一马 没想到看见远景准备开单 大姐你现在是要撑对我还是什么样子 我没有针对你啊 你刚刚回过 我把你拦下来不是刚刚好而已 你要开我单马还是怎样 好你既然就这样子说 那我只好看你单 收了罚单心不甘情不怨 还开门撞上女警大腿 当街撕毁移送连单 把女警骂到哽咽 直到父亲出面劝阻 蹲在地上捡起罚单 冲突才止息 我那张红刀给他再重劝一次 好不好 我没有要跟他在吵什么了 我没有要再跟他吵走了 我跟那里 全体下就好OK了 忍着泪把工作完成 警方事后将这名男子 依照妨害贡物 伤害妨害名誉 还送地检署 只是明明违规在线 态度怎能如此嚣张 TV中文好远离姐 怎么讲不到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